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是Dr.Taka看你老師 之前我不是有跟同學們說 我要買長槍的對不對 然後呢在上一集當中呢 也有跟同學們介紹過 我呢會買哪幾支長槍 而且呢我們的店家 有推薦拿幾支長槍給我 今天要跟同學們分享一下 我最後買了哪一支 李醫師 我覺得我們買的這一支是不是很帥 超級帥的 而且 李醫師也跟我一起買陸坑 是啊 我跟你講兄弟啦 只要是兄弟對不對 玩什麼東西就是要一起陸坑對不對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也可以看一下 我們李醫師他買的這支長槍 跟老師的長槍 的兩支的這一種有沒有裝法 就是說上面的配件 哪裡有不一樣好不好 不過李醫師 我的那個配件好像 比你的還貴很多 哦 你錢賺得多啊 沒有啦 靠北 被李醫師講錢賺得多 有錢人有錢 不要亂講亂講 我們李醫師才真正的厲害 有錢又有閒對不對 是啊 好啦 同學們 我們現在就廢話不多說 直接 為大家 揭曉 老師呢 買了哪一支 長槍 來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也就是 我們的 Guyzzly的 Super Duty 10.3 這一支槍 OMG 同學們 是不是非常的帥 很帥啊 首先呢 他的整支的這一種有沒有 顏色烤漆 就有點像我們的那一種 有沒有 沙漠戰爭的那一種味道 對不對 然後呢 這一支其實前面這邊啊 他這真的有點那種消光筋的感覺 對不對 所以非常非常的正點 在老師這一支 這個AR上面 所有的配件呢 都是店家給我最貴的 幹 我跟他說 他真的很靠北 我跟他說那個 欸 沒關係 你幫我就是組裝一些配件 但是呢 組裝的配件呢 I told them 我這樣跟他們說 我說pimp it out pimp it out的英文就是說 把它就是 怎麼講 華麗化 但是我是說pimp it out with budget 也就是說 有預算性的 幫我就是裝一些零件 結果幹 他們全部給我裝最貴的東西 有一個東西 在這一支槍上面 已經是這一支槍的一半的價錢了 非常的誇張好不好 首先我們先講這一支槍的價錢好不好 這一支布槍的價錢 基本上美金呢 是大概是2400至2900左右 看店家的賣法 但是呢 我們呢 因為自己店嘛 自己的好朋友 自己的老闆對不對 所以呢 基本上這支槍 老師沒有買那麼貴啦 但是呢 還是非常厲害的一支槍 我跟你講 這支槍基本上 現在在業界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歡 只要呢 拿AR的人 看到拿這支槍 他們都會直接跟你比個讚 好不好 再次強調一次 這是guiseley的 Super Duty 10.3的這個尺寸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老師這支布槍上面 有什麼配件好不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首先 最貴的是什麼 來李醫師 最貴的是什麼 最貴就是 這個賽 我跟你講 這一個紅點 這個賽 真的貴到靠北 Endpoint M5 你知道多少錢嗎 李醫師跟大家講一下 這一顆 就光這一顆東西 你知道多少錢 1400塊 1400塊 半槍 是槍半槍 這可以賣好幾支手槍了 對不對 可以啊 所以這個真的是貴到不行 但是為什麼這個東西這麼貴呢 不只就是說 它的瞄準器 非常的精準 再加上就是說它的這種清澈度 非常好以外 這一個 這一個紅點 這整個結構 非常的 Durable 也就是說 它非常的 堅固 怎麼說呢 之前呢 他們說在戰場的時候 槍爆炸 或者是說在 某個這種爆破的這種場所的時候 這個東西沒有壞掉 所以它可以強受非常大的衝擊 好不好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 這一支 這一個Endpoint M5 這一個瞄準器 這個紅點 會這麼這麼的貴 來另外一個呢 老師還有加上我們的這個手電筒 對不對 不是手電筒 加手電筒 就好像有點難聽對不對 也就是照明燈 那個 老師呢 對於就是說 我們這個 台灣 中文的這種槍的一些術語 不是很很熟悉 所以 如果在影片當中呢 跟你們介紹錯的話 再幫我補充一下好不好 好啦 反正原則上呢 我這邊也加裝了這個照明燈 好不好 這個照明燈呢 這邊也有就是你看 有這種按鍵對不對 那剛剛呢 我們有講到就是說 為什麼照明燈的按鍵要放在前面 李醫師你知不知道 所以比較有 要用的時候可以按一下就可以 就亮起來 不只這樣子對不對 那為什麼我們不放在這裡 比較好按 沒有 因為你要support那個槍啊 要穩一點 前面拿比較穩 沒錯 為什麼這個燈的按鈕會放在這邊 就是因為呢 我們有比較好的支撐點對不對 如果今天被人家推下來的時候 我們這邊比較有好的支撐點 你如果放在這邊的話 槍被人家折下 按下來的時候 就基本上比較沒有支持點對不對 所以呢 你的這個有沒有照明燈的這個按鍵呢 最好是放在前面 好 再來呢 就是這邊的瞄準器 好不好 我們這邊的瞄準器呢 基本上因為我們在打步槍的時候 就除了震有沒有 除了就是這樣子打以外 我們有時候也會這樣子打 對不對 所以呢 在兩個不一樣的角度的時候 好 不一樣的狀況的時候 你都會有 可以東西有可以瞄準 好不好 這兩支其實也蠻貴的 尼士 200塊吧 好像都不是很便宜的感覺 可是它是好品質 它是金屬的 金屬的 它不是塑膠的 平常是塑膠的 沒錯 那 再次強調一次 老師 那如果有在我們這些 槍的零件上面的一些 中文的術語講錯的話 那記得幫老師糾正一下 好不好 除此之外 還有就是我們前面的這個地方 這個小小的 有沒有 支撐 支撐架 我不知道怎麼講 中文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講 不過一個小小的支撐架 那基本上呢 在我們開槍的時候 我們比較有support 好不好 比較有support 就可以把手放得比較固定一點 來 另外一個非常厲害 就是這個東西 這是什麼 消音器 不是啦 不是啦 那個專業的人看就知道 這不是消音器 其實這個東西 中文我不知道 要怎麼講 基本上呢 這是Shirtfire的一個Warden 這個東西是什麼作用呢 你看喔 這個東西 我們先把它拆下來 看一下 我們一般 一般這個有沒有 步槍前面的樣子 我們一般步槍前面的這個結構 就是這麼一回事對不對 那基本上 如果說我們這個子彈發射數據的時候 會有產生非常大的這個爆炸聲 對不對 但是如果加上這個東西的時候 不只呢 聲音會小聲一點以外呢 也會將這個整個衝進這個氣 對不對 集中起來 將這個子彈射得更準 更遠一點 好不好 這就是這一顆的作用 同學們 這個玩腔的專業 專家們 如果知道這個東西是什麼的話 記得在我們影片下面的敘述欄呢 幫老師 給老師一點補充 好啦 那最後當然就是一些基本配備 比如說像我們的這個SLEEN對不對 對也就是我們的這個 背帶 背帶對不對 我們背帶是一定是必要的 因為拿AR 類似這種步槍 背帶是很重要 因為這比較有支持對不對 比較有支持 那基本上呢 其實背帶買背帶 還不是買背帶 你還要買這種東西 小小的這一種有沒有 所以其實呢 要玩一支這樣子AR的槍 基本上 有非常多的東西要買 那我現在呢 我們的槍店的老闆 其實也非常的好 他直接呢 再拿一支 完全沒改過的 這一支SUPER DUDI 來跟大家做一下比較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現在呢 你看這邊呢 就有一支是完全沒有改過的 GUISD SUPER DUDI 這一支呢 一樣也是10.3尺寸的 那你看喔 老師改好的 基本上就是這樣 所以改好跟沒改好的 是不是差很多 差很多對不對 差很多啊 改好的是不是帥多了 當然 而且也重多了 你別的手在 好看 叫Sling啊 有Sling可以幫你 真的真的差很多對不對 很好看對不對 很帥 我覺得我跟你說啦 今天我最貴的 就是我這個紅點 好不好 這個紅點真的貴到 可以買好幾支槍 煞不爛的 那個是LIFETIME WARRANTY LIFETIME WARRANTY 不過說真的 那個好像每一個玩槍的人 剛剛看到這個SIDE 對不對 懂的都知道 就是這樣流口水 是喔是喔 而且他們那個槍墊的 類似主管級的 全部都是用這個 是喔 好不好 好那我們現在呢 其實李醫師呢 其實也跟老師 陸坑一樣 一支Guysley的10.3 的Super Duty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我們李醫師的setup好不好 來來來來 現在呢就換我們李醫師呢 來介紹一下 他的Guysley Super Duty 這一支10.3的步槍 欸你改了什麼 來看一下 我改的就是最貴也是 也是這個紅點 也是這個紅點 你改什麼紅點 是HoloSun 對 他的紅點 欸其實我覺得你這個紅點啊 看起來的感覺還不錯 還不錯我蠻喜歡的 而且你這個還是太陽人喔 對啊上面你看 有一個太陽人的這個有沒有板子 對不對 我們兩個的這個有沒有紅點 都是可以調他的亮度 他會自動調欸 對他會自動調喔 會自動調 什麼 我的沒有欸 你是沒有 我不知道 我的沒有還要1300欸 我這個是500塊而已 蛤 你說什麼 我現在就下去跟他換一下 沒關係啦 反正就是買最好的啦 是呀是呀 還有你還要改什麼 我要改也是一樣這個 這個Sight 也是鐵做的 對也就是說這個側瞄準器 對對沒錯 非常非常的酷 還有什麼 可是我是用左 我是左邊瞄準 對 所以我是設在左邊 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李醫師是左撇子 對 所以呢 對 所以他這邊比較精彩一點 對阿 算是放左邊這邊 對對對 而且這個可以拿 按一下 欸 沒錯沒錯 如果不需要的話 就直接收起來 對啊這是側射 對 45度 非常漂亮 拿起來的話就45度 沒錯 沒錯 而且你也自己有一個照明燈嘛 對不對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對阿 但是李醫師 你的槍頭前面沒有我的那顆東西 我還沒抓上去 哇 因為我這個 我的袋子比較小 對你的袋子還蠻可愛的 我看到你這個綠色袋子 我自己也買一個 好不好 其實我的袋子是贊助的 是啊 我也是贊助的 這個也是贊助 你的袋子也是贊助的 你有兩個啊 你有兩個袋子 我有兩個 對對我有兩個 反正再次感謝我們的韋德 這個槍墊 好不好 再次強調一次 其實打槍我們把它當作是一個信件 好不好 所以記得一定 多多來拔場 來這邊打槍 我們現在就直接來開槍一下 好不好 李醫師 我們現在就來玩一下 我現在超級興奮 要試我自己的Guysley Super Duty 10.3 這一支槍 然後呢 看一下我的Magazine 是不是有點燒氣 透明的 透明的 完全看得進去 裡面的子彈有幾顆 裝的還滿滿的 30顆吧 但是呢 其實我們那個店家是給我這個啦 他們贊助我好幾個這個 所以再次感謝我們的韋德 好不好 好現在呢 就直接處理囉 好 同學們準備好了沒 嗯 Let's do it 好 瑤角 好順喔 超級順的 拍一下這邊都是煙 超順的喔 都冒煙啊 都冒煙耶 那個要很燙啊 不可以摸那裡 不行不行 那邊絕對 但是說真的 這支真的開起來 超級超級順的 而且我們現在 基本上紅點的設定 是在25 yards 對沒錯 如果在25 yards 這個範圍內 對不對 我們設的時候 這支槍基本上很準 非常非常的準 Oh my gosh I love it I love it What do you think Jack? Oh yeah man It's bad ass 太棒了齁 很酷啊 同學們你們覺得 老師呢 買的這支槍 怎麼樣 你們喜歡嗎 你們覺得這支槍 還有什麼東西需要改的嗎 再記得在我們影片下面的敘述欄呢給我們一點建議 說真的啦 基本上呢 現在可以上的全部都上了 而且最貴的就是這個東西 像很高檔啊 軍用的那個配備 超貴的 因為這個買一支很好的手槍 好不好 但是呢 我跟你講啦 那個店家對我還不錯啦 所以呢 其實也沒買那麼貴啦 現在換我們的李醫師 最江湖的牙醫 初體驗耶 第一支 第一支對不對 第一支就買這麼好的 哇靠 跟你一樣啊 哇靠 沒有啦 你跟我出來騙吃騙喝 有我的折扣對不對 好啦 直接來 來 哇 爽不爽 超爽的 欸真的很順對不對 非常順 對啊 我覺得這一支真的是 就是跟我們之前打的那幾支全部比起來 這一支真的順爆了 非常好打 非常好打 非常清脆 很舒服對不對 它下去很容易啊 很爽喔 好啦 再次感謝同學們今天的收看 然後再次強調的是西雅圖地帶的朋友們 如果呢 你們想要來槍墊 就是說來打靶的話 記得來我們的這個 Bellevue Indoor Range 那老師呢 影片下面的敘述欄呢 會有他們的連結 記得進來呢 講說你是Dr.T的粉絲 一定會享有折扣好不好 這是凱里老師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